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所以以前老祖先就是说归纳一个比较 我觉得还蛮科学的一个理论说 如果人睡南北上的话 我身体血液的流动跟地球的磁场是一样的 说这样子睡会睡得更好 更养生更长寿 当然理论上这个我认同 可是在实际操作上这个不太现实 因为现在真的很多的床位 我们真的选择不了了 既然选择不了 那我们就掌握一个大原则 我睡在床上的时候呢 第一个我睡眠品质要好 第二个呢 我会希望我睡的这个位置 不要是会影响我健康的方位 比方说像病服方或者是泄气方 那其他只要符合我们的生活习惯 生活动线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吧 当然啦 你说我的床头上面也尽量不要有大梁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 这个才是重点 那你说床位在西方是不好吗 我不认为有这种事情 不认为有这种事情 不会说什么在西方 我觉得很奇怪 大家会把西方都当作是一个 好像约定成熟很不好的方位 说什么 书桌不能够放西方 睡床不能够像西方 睡觉的方向 脚也不能够像西方 头也不能够像西方 那你会发现 我在家没有地方可以睡的 真的会容易有这些情况 回归到一个生活的基本面 生活就是风水 风水又藏在生活里 如果说我们在实际的生活里面 我家够大 我家的居住环境 真的弹性很够 真的能够完全符合老祖先 所有的要求 那我恭喜你 但关键是 真正能够有这种条件的人 有几个 不会超过百分之二 那剩下的百分之九十八的人 我会建议 同学们 回归到生活的一个基本面 我们生活抓重点 抓重点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